接下来是小线 好那大家好我是Ronnie 那我今天想要提案的是国会大代支2.0 那么先讲一下就是我之前 我跟公司的礼物约 我爸一起去投标那个立法院资讯网 然后但可惜我们差一点点输掉 七个评审有四个评审给另外一家床上第一 三个给我们第一 所以只要一个评审犯我们就已了 但我们既然没有得到这个投标 那我们就决定 那么也花了两个多段时间准备 还写一本厚厚的服务建议书 那既然都准备那么多 那干脆就来做一个社群办法 那顺便一提就是我们有公开我们的服务建议书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对于投标政府 政府比方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这一份建议书 虽然这是一份输人的建议书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蛮有参考的价值的 那再来就先简单说明一下 就是立法院有什么样的资料 那主要就是有会议、议案、议事录跟公报 那会议就是说立法院有哪些会议 例如说还有院会跟委员会 那委员会就是有分特殊种类的 那院会就是整个院为主的 那议案的话就是一个 譬如说法律修正案它都是有议案 它会有就是有谁提案的 然后它提是要修什么案 修什么法 然后以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对案 譬如说国民党可能会有民进党版的对案 或行政院版会有那个在野党的对案之类的 然后哪些的连署以及它现在的流程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法律对照表 就是它到底要修什么样子的 然后它一个人修法的流程 就会有一读、二读、三读 像这样的流程在 那在议事录 议事录就是一个会议的记录 那它里面包含说每一个议案 它的议案结论是什么 或者是假如遇到有争执 或要投票的时候 谁是赞成、谁是反对、谁没出席 那在议事录里面都有这样的记录 那在公报是立法院就有 就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就是它是跟所有的参议会员都确认之后 它变成公报时就是它还是有法律效力 它是就是有公信义的东西了 那以前GINV在六、六七年前的时候 我做过一个国会大概制 它里面就有针对一些做 譬如说立法流程的视觉化 让资料的显示更清楚 然后尤其是集中针对法律修正的时候 做出更清楚的呈现方式 那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因为过去几个月为了准备这个表演 其实我爬了蛮多的立法院的资料 那目标也是希望说 这个爬虫可以持续爬下去 然后我会今天希望能产生一个持续能更新的API 让大家可以接着来做一些 视觉化应用 所以今天想找的人是说 有没有人想要把现在国会资讯做出更好的呈现 或者是有没有人想要复活国会大战士 或者是借国会大战士的皮 但是重新做一个新的国会大战士出来 然后以及任何希望了解国会的人一起商议 那顺便另外额外宣传一下 就是我已经有带那个大潭澡 叫公共联署书在外面 所以如果愿意卖给我个资的 愿意采取这个大潭澡要联署的人 就是可以那个 帮我就是签个名留下一个资料这样子 那详细资讯的话 我有贴在General上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这议题的话 可以到General的那个 上面看相关资讯 谢谢大家